我對湖南的食材其實並不了解 但是我第一個想找到食材的就是辣肉 因為我奶奶喜歡吃辣肉 依亞也會常常跟她燒辣肉 這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我沒有想到做辣肉這麼簡單 因為我可能覺得可能會放很多的其他的東西去醃製這塊肉 其實這很簡單 就是一層鹽上去了以後然後就煙燻了 它正好打在那個豬皮跟肉的那個時間 對 這不會斷了 不會斷 這個人好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真是喝多 這個 這邊的肉比較多一點 對 最漂亮 真漂亮 聽我奶奶說因為我們的那個辣肉也只不過是在過年的時候才會有 也是從湖南那裡帶過來的 那麼有親戚過來了 就是送你一點東西 所以也是階段性的 吃完夜裡就算了 這是你們已經熏好的塊 對 這是新鮮的就這樣畫的 對 對 好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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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彩虹要說這裡的雜財 雜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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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始流眼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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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習慣了 登下來是一 對 登下來就好很多了 對 登下來長好遠 長好遠了 好遠了 現在沒有這個 眼淚水沒下來了 剛剛眼淚水都下來了 這樣好 主要是為了這個煙對不對 也不是 因為我滅了了以後 就把門關了 就有一點這個 炒火的 炒火的 炒火的溫度 哦 把那個 就是把那個肉 的蒸汁 蒸到裡面 哦 所以 裡面就 裡面就 通黃通黃的 通黃通黃的 所以它也需要一定的溫度 對 對吧 我們家裡的廚房 也有這種蠟肉 也就掛著的 平時我們也不捨得吃 嗯 大肉過年了 那麼就 就就開始吃辣肉了 馬路通常好吃辣 對不對 啊 那 天 差不多有十几年没有闻到这种银熏味道 那个腊肉也像一种导火线 点着了我的一种记忆 所以食材产生的味觉记忆 打开我回忆大门的一把